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比OBS更强大的 TrainLab Studio 电脑版本的使用 它提供了更多素材版本 还有多平台串流 甚至是缅蓝绿幕区别的功能 还可以跟你的行动装置做整 以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TrainLab Studio 它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免费的虚拟摄影软体 它跟OBS一样 目前它有提供电脑PC的版本 还有Android跟IOS的版本 使用其实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的界面跟我们的OBS 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 之前我们有介绍过 它的行动装置的版本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很好入门的摄影工具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 也可以到这篇文章里面来看一下 目前它唯一的缺点 应该就是电脑版的部分 是没有中文版的 所以等一下会看到 你应用我的画面来做操作 在您下载安装之后呢 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账号完成之后 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欢迎画面 还有呢 它也会有像这样的提示讯息 先我们来看一下OBS跟PrinLab Studio 它在面板上的差异 那么一般我们在OBS里面 可以看到下方就是有场景 来源音效、来源音效、吻音器这些功能 这些功能 那么在PrinLab Studio里面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里有场景 还有它的Source来源、吻音器 所以你会OBS 其实这个软体就会很容易上手 那么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它进来是像这样两个画面的 也就是跟我们在OBS里面的工作室模式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右上角的这里 把它切换成单一四传的模式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 PrinLab Studio有哪些比OBS厉害的地方 第一个它有很丰富的贴图素材 背景跟标题的文字版本 这个呢 都是我们OBS里面比较缺乏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右手边这个选单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在这边有贴图跟这个图铺 我们先按一下 它会有另外一个独立的面板跳出来 这个我也按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哪一个图点它一下 它就会从网络上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就可以马上用来场景里面 那这些图都是免费可以使用的 当然这个动画的部分 您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是它自己官方所提供的 这一块的话呢 都是免费的 另外呢 它在背景部分也帮我们准备的非常多 您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按一个加号 找到Background template 按下OK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它有提供一些动画的影片 也有静态的Free的 那我们点一下 就可以先看到它所呈现的样子 那如果是Free这里的 它就是比较属于静态的 好一样的我们在OBS里面 也可以通过像这样的方式来调整它的顺序 这样就加入进来 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 它所提供的文字的动画 或者是标题 这些呢 也有非常丰富的范本 一样是按加号这里 找到文字的Tempad 按下OK 首先你可以看到光是标题 就有这五种类型可以选择 那如果你要针对每一个类型做它的详细内容 就从这里再去做系统的设定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它的动画呈现效果 像这些动作我们要在OBS里面做 其实就相对比较困难 像这里面这些字都是可以修改的 你可以进到这个detail的设定里面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修改它的字型的大小 动画的速度 甚至加上滤镜都可以 如果你要修改文字内容 在上面直接去修正就好了 这样就有了 OK 然后就可以把这里显摆一点 这样我们就轻松拥有一个很方便的字幕动画 GreenLive Studio 它也有支援蓝绿幕区别的功能 那我在这边先准备了一个像这样的虚拟人物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面就通过加号 截取我们现在的视窗 这样就抓进来了 按下OK 一样的它裁切的快速键也是按下键盘上的ALT 就可以把我不需要的部分把它做一个切除的动作 现在呢你可以直接点开按下这个Fear的滤镜 那它的使用方式跟OBS是一样的 直接用Chroma Key就可以了 绿色就是绿幕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市场里面的绿色把它去除 这样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合成到这里面来了 不过呢它不只有这样的功能 它也可以像我们现在的Google Meet Tim之类的视讯会软体 只要在 背景不要太复杂的状态下 它就可以把我们做到自动去背的效果 不过你要留意一下它的来源必须要选择 Green Camera 这个 不能使用我们刚刚的一般的脑路摄影机 或者是其他的 来源来做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马上一起来看看吧 按下Green Camera 这样就可以抓到我的现场的画面 那在这里呢 有一个叫Virtual Background Setting 这就是虚拟背景的设定 按一下之后 就会跳出这样的一个对话方块 按下右手边的Reno EG 这里呢 就会帮我做 即时的背景去除 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他的背景上去 但是我们这边就像这样 就可以了 现在我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场景里面来了 所以你看它在使用这样的效果上 事实上是相当不错的 不需要使用栏目跟绿目 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样的 影片的合成效果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也是很厉害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手机的镜头来当作是网路摄影机 你可以不用再买一台网路摄影机 你手机的镜头都比他们好很多 那前提是只要手机跟电脑在相同的 WiFi网段下 就可以使用 你可以像我这个画面上所提示的 选择CreamMobile这个来源 接着把你的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连线了 连线之后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画面 它会在上面选择 你是要分享你的镜头 还是要分享你的萤幕 选择好按连线 就可以把你的画面 直接传送到我们的Print Lab Studio里面 不管是直式的 还是横式的 都可以使用 而且它会同步 截取行动装置的影像和声音 这样子我们使用起来就变得很方便 另外它也支援多个平台的串流直播 聊天室也可以一起使用 所以您进到软体里面在它的上方 这里就是它目前所支援的平台 您只要授权它可以使用 那么有时候我们比较常用的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甚至是一些像游戏类的Twitch之类的 你就可以像我在部落格的画面 一样 以这边来讲如果你有授权的 我们就像这样有一个图示在上面 你可以从这边再增加第2个 第3个 都可以 如果有需要做设定的时候 就可以罚属到这个上面 就可以做平台的编辑 当我们要直播串流的时候 我们从 Go Live这里 按下去 就会直接传送到您所授权的这些平台上面去 接着再来介绍一个美肌的功能 那它不只只有美肌 还有眼睛修正 这个应该是在一般这类软体面 比较少看到的 它可以做比较尖的 比较可爱型的 还是比较正常的 又有很多的细项可以选择 包括了眼睛 鼻子 你都可以做调整 不过要注意一下它的来源 必须要是Print Camera 才行 那以我们这边来看 你可以找到右手边的美肌 把这个功能打开 就可以来这边 直接做选择 或是调整它的下面的细项 这样就会有一些效果 如果你之前已经有在使用OBS 那么你不用担心你之前的场景 还要重新再做一次 它可以直接把我们 OBS的场景 直接汇进来 那么如果你想要了解 OBS怎么样把场景群组的设定 汇入跟汇出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在左下角场景的这个地方 可以找到这个管理的 面板 接着 你就可以从它的下方 直接选择 从其他软体 我们把它汇进来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OBS 这个时候按下这个加 就可以汇进来了 所以 现在我已经汇进来之后 我就可以从这边 来做切换 我的OBS的部分 就可以像这样直接抓进来了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个 功能就是你也可以使用 手机版的App 把它当做电脑端的遥控器 前提是只要你们两个 在相同的WiFi网路上 就可以使用 那我们可以马上来看一下 在这边你按下这个 我的手机就可以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那这个时候手机上面 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画面 您除了可以做场景的切换 也可以直接 来决定是要录影 或是直播 甚至声音输出的大小声 都可以 那如果你常用的场景 没有在里面的话 你可以通过上面这个齿轮 去把它放进来的场景 加入 这样就OK 我们下一个转型的阻力 或者是在里面的 里面的上眼里 我们下一个转型的阻力 然后我们下一个转型的阻力 就会给大家看